好,跟大家分享一个思想者 这个家伙叫平原赵公子赵盛 他说有些人一提其是黄 就是创伤应激症 说立马满嘴就勤治强权孟江女阿芳公 说的他祖上修过长城 修过尺道一样 天天拿现代社会的人权道德 去要求两千年前的古人 在这里我要跟这位兄弟讲一下 有人有看法 就是现在人的道德 按照他这样子描述 他肯定是信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了 就是越到近代越文明 越到远古 越落后了 越野蛮了 其实有朋友 刘老师指出来 恰恰不是 恰恰说是这个 草蛋换了麻袋了 一袋他不如一袋了 如果现代人更文明 那请问现代人 怎么没有苏格拉底 怎么再也没有孔子 怎么再也没有耶稣 怎么再也没有释迦摩尼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是越到近代 越文明吗 人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现代化的这个进步 人性也进步吗 这个真的不好说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兄弟肯定是个历史唯物主义国了 他们甚至连大一统 书通文 车通鬼 统一度量都要否定 因为这些都是方便统治的工具 是的 确实是方便统治的工具 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 从来不会言这些 但我们必须肯定这些改革的正面作用 没有大一统 没有文字 度量恒的统一 中华民族只会面临更多的战乱和灾难 这个二战呢 多亏日本人没成事 成事了以后 搞不好我们这个汉语 就成了稀有语言 是吧 大一统吧 都统一成日语了 学日语 一个小时 不少的学费也不用交了 从小都会说日语了吗 是吧 这个大一统 当然有人反对了 要小国寡民了 人家这个 人家有人家的生活偏好 是吧 你不能强强势 是吧 风旺建国是不是个文明啊 据说欧洲就是这样 一个民族 这个不能说了 反正就是有不一样的吧 我们传统有这种 小国寡民的这个说法 是吧 这个人一狂妄了 就横梦梦的大 还有统一 整齐 哎呦 一眼一推过去 一眼望不到边 都一模一样的人 跑步的时候啊 你跳广伤舞 还有一样的服装 还有整齐化衣 体操嘛 大家想得到吧 这种十万人的 体操 潮线的那种 我看很多的地方的国营厂 哎呀 他们就希望 就喜欢那个东西 工厂早就倒闭了 都没了 还穿上一样的服装 沈阳也有 连深圳我都看到过 你说晨跑就晨跑吧 不行 哈 家伙 一一一队人马 哈哈哈哈 红灵灯都不管了 整世界都是他们的了 这个东西真的 这么好吗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他说举个例子 欧洲近现代以来 发生过多少场 烈性的战争 看看南斯拉夫解体后的 那战本来是一个血统 一个民族 结果就因为信仰不同 意识形态不同 文化不同 溜了多少血 死了多少人 把这个战争啊 排个名 死人最多的战争 绝对不是在欧洲 我们随便拿几个战争 就把他们搞定 是吧 他们就不行 这个平原公子 他的名字就有点意思 他现在就是要歌颂秦始皇吧 平原公子 平原那就是华北地区吧 坑了四十万 被秦始皇埋了四十万 他的祖先 他觉得没事啊 为统一做贡献了 看看印度 二零二三年了 一眼宗教智商 各邦离心 地主垄断土地资源 总性制度 根深蒂固 全国语言文字都不统一 任何大规模的基建和改革都无法彻底实施 这样的国家 谈什么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有意义吗 认为他连大一统都没有彻底完成 连封建革命都没有实现 他连个秦始皇都没有 是啊 那人家有贫民窟啊 是吧 人家说看到这个地方好 人家生活在那里 就土地就私有了 他当然没办法弄了 是吧 那当然没有你有手段了 是吧 你七字咔嚓就给他裁了 他说 我肯定秦始皇 不是肯定他这个人 而是肯定他对那个时代做的推动和改革 某些自华派知识分子天天发了疯一样 纸上骂怀 骂秦治 却不知道秦朝的制度 在那个时代已经是最先进的制度 东方六国贵族林立 遍地公子政权不下线 缺乏组织动员能力 那才是腐朽落后的制度 那对于这个极权者秦始皇 他肯定跟他赞同他的看法 秦灭六国正是先进战胜落后 也有人指出来 现在恐怖和野蛮战胜文明 是吧 这种进步或许太超前 太先进 举措过于急切 以致几十年做了上百年的事情 计划了矛盾 后面都别说了 这个兄弟怕我封号不说了 祝平安公子赵盛兄弟 早日得道成仙 我觉得反正离子他远远的好 越远越好 爱上了魔鬼 那没办法